一点星座,为什么有人说一个人花心,而另一个人却说他专情呢? 因为他们是那种走极端的人,对喜欢的人就专情,对不喜欢的人就花心,他们既可以跟喜欢自己的人谈恋爱,也可以跟他们喜欢的人谈恋爱,而面对的人不一样他们的态度就不一样,所以就会有人觉得他花心,有人觉得他专情。 下面我们就来巴一巴这样的四个星座,一,双鱼座,双鱼座可以跟他不喜欢的人谈恋爱,只要对方爱他,对他好就可以,但他不会付出太多,而且都是被动的,你给多少他就还多少,所以别人就会说双鱼座很渣,只懂得索取而不懂得付出,但双鱼座对喜欢的人就完全另一种态度,说一不二,无微不至, 真的挺暖的,二,天鱼座,天鱼座的感情都很复杂,他们暧昧的对象特别多,按照他们的话就是不懂得拒绝,身边有不少追求者,可能是害怕伤害他们,所以开不了口去拒绝,所以他们就搞暧昧,而对方缺绝的这种暧昧,就是谈恋爱。 殊不知最后发现原来天鱼座既可以爱,你也不可以爱别人,但有一点不可以否认,天鱼座对喜欢的人真的很专情。 三,射手座,射手座跟不上他很喜欢的人在一起,的话他怎么都逼不起兴趣,但有可能是对方对他太好了,所以他才那么舍不得分开。 可是他真的不爱,一点都不爱,还是因为想要互相陪伴,而射手座对喜欢的人就特别专情,恨不得把整个心都掏给你。 四,双子座,双子座对喜欢的人就表现得很小孩子,喜欢杂交卖萌,心里眼里就只有他一人,并且说什么都不会变心。 从一而终,但在不喜欢的人面前,他就眼神流离,无精打采,所以对方就觉得他花心,事实也的确是这样,主要还是因为他走极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